武汉肺炎确诊的第32例 非法外籍看护 入住隔离病房之后 先是拍影片 泄露医院资料 现在又在个人的脸书 做起了网拍卖衣服 似乎对自己的病情不太紧张 但是不少的旅店业者却是吓坏了 因为他跟确诊的老先生 接触照顾之后 在17号又跟朋友 在台北火车站附近投诉旅店 不过现在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目前全台湾 大约有5万名像他一样的 外籍非法移工 由于没有办法掌握到 他们的行踪跟资料 会不会因此成为防疫的破口呢 外福部已经要求医院 不论是探病或者是看护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出示身份证件 更要留下联络方式 还有你的旅游史跟接触史 而未来也会有线上的 陪病登陆系统来确认真位 最快在下个星期就会上线 武汉肺炎第32例 确诊的印尼基女看护 人被隔离住在病房 但先是拍抖音上传 把医院资料全都泄露 引起轩然大波 隔壁基小时又PO出 各式各样数十种款式的 长循麦奇网拍 看起来似乎蛮悠闲的 但却有不少人因为她好紧张 这个月17号女看护和确诊病患接触后 就入住了台北车站附近的一间旅社 但她忘记是拿间了 导致附近上百家的业者都相当紧张 大家现在更担心 全台至少有五万名像确诊女看护 这样的非法外籍移工 会不会成为防疫破口 在医院的护理站对于陪病者 现在都加强管理 那必须出示相关的证件之后做确认 目前卫福部已经要求各大医院 不论是看护或是探病的亲朋好友 通通得登陆姓名和身份证字号等等 未来更会有线上陪病登陆系统 要求陪病者都得出示证件 才能进入医院 同时结合移民署资料库 来确认身份的真假 另外也会有鼓励非法移工的投案机制 只要自首就能减轻行政财阀 尽速归国 微服部网站上也会把防疫宣导资料 翻译成四国语言 方便阅读 防疫升级就是希望 不论是本国或是外籍人士 都能做好全面防护 接下来到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